哈喽,大家好,我是Jessica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今天我们准备去一家长区的牧场买点羊肉 他们自己养了不少动物 我们在那里买过牛肉,羊肉,兔肉 都超级超级鲜的 超市买的简直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这家牧场距离哈法开车一个小时左右吧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啦 到了 看这边好可爱的小牛 看这个羊羊好可爱 那个卖家说现在因为羊羊呢 要不就是正在怀孕的时候 要不就是小羊还没有长大 所以说现在没有羊羊 要等到春天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羊羊了 但是只有养育鱼 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很多的野味 像是bison野牛肉 还有fason野火鸡 还有包括鸵鸟肉 耳苗肉 它这里还有很多鸭子 还有羊羊 本来还有斑马 耳苗 野鸡 但是现在天气太冷了 床主已经把它都关起来了 羊羊 还有羊咩咩正在安静的吃草 哇 你看这个 就是传说中的一号土著吧 那些鹿看到我们来了都跑到山上去了 昨晚下了一场大雪 这是我已经扫了一小半的车 工作量非常大 因为哈法这边买酒水必须要到NSLC指定的地方 超市里面是买不到酒水 所以说现在去买一点酒过年 买了一支加拿大本地产的冰酒 还有一支Nova Scotia产的Rose 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起泡酒 Roseco 看一下咱们的年夜饭 今晚的主角是这只帝王蟹 还做了水煮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